国道那一车道白色休旅车一路高速行驶 结果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一辆工程车出勤 竟然没有减速当场撞上去 白色休旅车追撞工程车直接卡在那一车道动弹不得 后方车辆遇到也纷纷打右转灯闪避 以免发生二次撞击 白色休旅车是进口双B名车撞击工程车的防撞装置 车头往内凹引擎盖隆起零件外露面目全非 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北向244.2公里 远临陡南路段造势驾驶34岁成姓男子 行驶途中疑似为注意车前状况撞击 正在整修路面的工程车 导致工程车驾驶手部擦伤 疑似为注意车前状况撞击内设车道 整修路面之陡南公路段施工坊放车的造势 本次事故造成令人受伤 造势人酒撤职为零没有喝酒情形 9点18分排除权限归不同车 行车若有开启自动巡航系统 及紧急刹车系统之辅助系统时 驾驶人人应注意车前状况 警方后续了解造势车辆有开启自动驾驶系统 疑似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 而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撞 暂讯了六亿德中南县